今天我們來到羅湖筍江區 筍江區有甚麼特別 這裡有很多傢俬城和大型商場 不如我們快點看看有甚麼玩 有甚麼吃 雖然現在流行網購 不少香港人更會訂地板 窗簾等等的裝修材料自己DIY 不過有時能摸上手就最有質感 羅湖筍江這邊更集中 多於傢俬城以及裝修公司 多年來吸引很多識貨的人士來尋寶 這裡有一個大型商場寶能環球會 究竟跟傢俬城有甚麼關係 今天是筍江的第一站 就來到這個寶能環球會商場 這個商場有甚麼特別 其實去三、四樓其實好像一個迷你遊樂場 很適合一家大四帶小朋友來放電 而這件事很特別 我在英國經常讀書時會學騎馬 但原來商場都是騎馬 而且室內無論是甚麼天氣 你也可以騎馬 夏天不用怕曬傷 騎馬第一步當然是換裝備 好, 我現在去找教練 而且我真的第一次在室內 之前我通常都是在戶外的馬村 我覺得挺好 因為其實我也不喜歡曬頭雀斑的人 現在室內就不用怕曬了 其實我已經很久沒有騎馬了 因為在英國是很便宜的活動 香港真的貴很多 我今天終於找到一個 我覺得性價比很高的地方 快點去探望我今天的拍檔 黑馬王子, 你好 原來他叫黑貝塔 今年已經八歲了 據問他為甚麼要選一隻馬馬 溫順一點, 你看 他真的很溫順 這裏如果你預先來預訂 而狗狗就有20分鐘的體驗 15分鐘會教你怎樣做 5分鐘在馬上 但如果你來到這裏用3狗狗的話 就有25分鐘 大概有20分鐘在馬上騎 看看你想來打卡 還是真的來體驗一下 整個騎馬的過程 騎馬第一步來說 當然要跟你的拍檔 即是那隻馬培養感情 人馬合一之後 就要開始適應平衡 之後有專人拉繩確保安全 就可以慢慢圍圈度步 如果我們想轉左的時候 左邊的繩就可以拉一拉 他就知道你想轉左還是轉右 如果你直行的時候就放鬆 因為如果你一拉緊 他就會停 教練會教完我們的快步、慢步 和怎樣跟馬上通過之後 我就會讓你自己在這裡練習一下 而且我覺得很舒服 在室內騎馬 我不需要怕日曬雨淋 399元這個價錢 還可以進去馬房參觀和餵馬 你進來馬房 就可以餵乾草給牠們吃 看牠今天這麼乖 陪我玩了這麼久 可以多給我一塊草嗎 剛才大家都可能覺得 場地比較小 其實這裡主要是給小朋友學騎馬 所以你看,這裡有多豐富的馬 然後你會看到 牠有不同大小的小馬 就會適合不同年紀 你看到這裡三隻小馬 其實有不同尺寸的 不同年齡的小朋友 不同體育都可以 商場有不同餐廳 港人最愛的海鮮放題 都有兩間 不過這次選的這間很厲害 看到嗎 澳洲藍龍蝦無限飲食 以為很昂貴嗎 一口價 239元吃足兩小時 分為午餐和晚餐兩個時段 由於派人浪費食物 所以每台都會收回你100元的按金 走的時候記得拿回來 猜不到,平日午餐過來都爆了 的確,周圍都聽到不少廣東話 食物的種類超過100款 不過食客當然 首選目標就是新鮮的游水藍龍 這裡的放題最有名的就是海鮮 你看看有多多不同的種類 例如這裡有海鮮 其實我沒吃過海鮮 讓我試試 這裡有很多不同的種類 連水魚也有 我想香港來說比較難玩 哇,今天的汽湯 這裡有些小鮮 連活蟹也有量種 三點蟹,花蟹 還有這裡的回本之水 藍龍蝦 龍蝦也有得吃 哇,很新鮮 海鮮之外還有中式點心 各款燉湯 日式鐵板燒的師傅就會即點即燒 不止平時吃的牛扒、雞扒、銀雪雨都有 我們看看壽司區這邊的選擇也挺豐富 而這裡的火鍋放題絕不欺詳 不少的配料 像鮮豬腦這些就比較少見 吃肉獸當然最關心肉 不少得即切的釣籠牛肉 哇,鮮鴨腸也有 而且店鋪不斷地添加食物 不用怕被人拿光 哇,我已經選了很多海鮮 因為海鮮礦堤餐廳最有名的就是海鮮 你看看,我選了多少海鮮 而且你看到海鮮還在動 那我們就事不宜遲 湯底有很多不同選擇 我選了清湯 我覺得吃海鮮要吃它的鮮味 讓我將它全部放進去 就是這個,迴本之選,藍龍蝦 你看看,還在動 而且我剛才看到很特別 這裡有很多東西我未吃過 例如這個豬腦 我想在香港吃火鍋時 比較少有這個選擇 海鮮應該差不多了,全滾了 其實這裡有這麼多海鮮選擇 看我的樣子就一定吃不完這麼多款式 讓我現在試試這個龍蝦 先看看,龍蝦很新鮮,很彈 這樣比起小龍蝦煮熟了 我會撈出來新鮮的 我當然會吃多幾塊這些 好,讓我現在試試蟹 這個蟹也是很新鮮的 剛才放進去的時候,它還在動 我不客氣了 我覺得這裡的海鮮不錯 全部在掌控之間 就可以試很多不同的種類 新鮮熱了 我覺得吃海鮮最重要是夠新鮮 這個蟹比剛才的藍龍蝦更鮮甜 而且肉也很大 我要多吃一隻 這裡有這麼多海鮮選擇 有熟舍,有很多不同的飲品和甜品 其實只需要2、3、9元一個人 不過這裡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除了每個人2、3、9元之外 還會收到你100元按金 入場的時候 因為怕我們會浪費食物 我這些乖乖乖 一定不會浪費食物 等我吃完東西之後 就出去拿回100元 我剛才在聚集了很多不同餐廳 和親子活動的商場 吃了一頓很豐富的海鮮午餐 而且體驗了第一次 在商場裡騎馬的體驗 不過原來走前幾步 就是整座都是買家具的商場 很想快點去看看有甚麼買 剛才不是說來筍缸看傢俬嗎 為何說這麼久 都仍在這個商場喝飲食食 原來這個保能環球 會屬於兩用商場 走過另一邊就是傢俬城 這個樓高11層的保能第一空間 集中很多國際級 和國內著名設計師的傢俬用品 大部分都屬於高檔類型 價錢相對比較高 但款式外面就很難找得到 前面好像有個梳化搭賣牆 而且挺好的 名碼和實價 這個就是萬六元 其實剛才我問過店長 其實在香港來說 這張梳化沒有三萬元 你也買不到 因為鎮皮 還有它是有電動的 你也知道了 香港人是一個精明消費者 為何要來這裡買梳化 原來這間公司的特點 就是他們用了外國物料 就是在國內的廠製造的 所以便宜了香港一折 而且你這麼大座 可能運費也很貴 原來運費運到香港又在這裡 今天下單只需一千元 你今天下單 明天就運到你家了 除非你想訂做不同顏色 不同款式的話 也很快 60天都可以送你家一千元 其實我一上來買梳化 已經省了一萬元以上 可以了 剛才我一看門口 已經被它吸引了 因為覺得這麼有氣派的燈 因為一間屋裡的燈光很重要 好的燈光 可以令整間屋的空間舒服很多 我剛才進來 就被這盞燈吸引了 我剛才問了老闆 你們這些燈很特別 很多金色玻璃扣 原來這間公司的賣點 就是他們的流利 然後我給了一個 我覺得很有聖誕節的氣氛 吸引了 然後走過去就看 為甚麼十多萬元 為甚麼貴這麼多 原來是24K金的 所以只要你想做 老闆也會做給你 銅的便便宜一點 金的便宜一點 現在讓我選一盞 買回家才行 我覺得這盞燈很漂亮 透了不同顏色 一種好像是一種仙景的感覺 選完燈之後 我就問老闆 其實混一盞燈是多少錢 除非超級巨型 否則老闆說 平均一盞燈 運費300元 便不包裝 但別以為 她的after-sale service 就不好 原來她說 只要你給你家平面圖 甚至拍張照片 她也可以幫你免費設計 但裝就另外付錢 除非你全屋的燈 都跟她賣 免費裝 這間傢俬店挺漂亮 其實商場每一層都有不同主題 現在我這層是中式傢俬 我很喜歡中式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都是以木色為主 有一種很溫暖的感覺 全部都是暖色 我們不如看看吧 這裡剛才說 這一層是以中式家具為主 其實如果你來國內看一些傢俬店 你會發現他們有很多品茶家具 專門是充茶和飲茶的桌子 香港比較少見 所以如果你想買一些品茶家具 家品都應該回來深圳看看 剛才我問了負責人 這張品茶桌子是四萬元 他說這是國家標準的項目 而且是他們自家設計的 你看這張椅子也要四萬元 整套就要十萬元左右 運費就說是一千元 整套 因為國內運家具去香港 就要體積去計算 剛剛走完這個保能第一空間 這個商場集中的傢俬 都是一些貴重風格 設計師品牌 所以這裡的傢俬 一般來說 可能我們會覺得這麼貴 但是我覺得來這裡走一趟 我立刻在想 我知道怎樣設計我的家了 走完這個保能第一空間 那條馬路對面就是家之福 家之福就是買一些平民化 貼地的家具, 家具, 甚至建材用品 很多香港人, 甚至裝修師傅 都來這裡買 那看看是不是真的這麼便宜 那家之福呢, 這就是四層樓 一來到我就上了頂樓四樓 這一層就是什麼都有的 由辦公室的辦公室桌也有 這個梳化也有, 家裡形式的一些床 或者放在家裡的書桌也有 我在這邊也看到這個品茶架司 一套 這些貴到多少錢呢 這裡寫著 19,800 跟剛才旁邊的商場那套 就好像相差五倍價錢 如果你只想要一套木的品茶架司 這裡就值得很多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呢 那裡旁邊運費是一千元 這裡說運費就要二千多三千元 不過加上運費也是這裡便宜一點 這裡有各類型家具裝修設計的店 電動刺板是最受港人歡迎 和查詢的一類 每一層都分門別類 梳化、瓷磚、窗簾、布藝 名碼實價 而且很多店家都懂廣東話 也寫明深圳樂單、香港提貨 無論香港裝修公司或師傅 都是這裡的熟客 說明這裡連裝修師傅都會來 當然有些建材用品 例如雲石和瓷磚 剛才我問我老闆 他說入口貨跟香港的價錢 就未必可能相差很遠 但各產貨便宜過香港一半 我先給大家一個例子 然後再給他算盤計算 這些就是各產貨 中國內地各產貨 香港買大約45元一塊 這裡買25元一塊 他剛才說 那怎麼計算 剛才我們看傢俬就用體積計算 這裡就用重量計算 他說一噸運費大約300多元 他說一噸可以鋪到 三、四百呎的單位 即是算運費來說 其實也比香港大約三、四成 所以我覺得超值 我覺得筍桿的地方真的很筍 因為不僅有性價比高的 傢俬城家具店 還有一些玩具、文具的批發市場 還有服裝批發市場 真的不用去淘寶 不用去深水埗 離筍桿一站就完成了 附近有一座五層高的服裝批發中心 很多小朋友的服飾 和成人的輕便睡衣 本色較為平民化 追求實用的買家 十元、八元就有交易 隨時比網購便宜 而且齊齊齊齊 有得摸一下質料 不少簡直是工廠直銷 所以不少香港客人批發回香港鑽售 離開這個服裝批發中心之後 我們看到筍桿文具、玩具禮品城 很快就來到筍桿的文具、玩具禮品城 這裡一棟有四層 裡面有文具、玩具 甚至是分價用品 聽聞是比淘寶便宜 讓我快進去看看 這個牆壁也是幾層 物質質地把玩具系列 和文具分門別類 有一盒盒模型公仔 兒童的沙灘用品 國內很流行的小植物盒 價錢以批發價的發售 但就算散買店家一樣做你生意 玩具、運動用品 很多人來這裡尋寶 當地學生放學都喜歡來逛逛 一上到四樓 我立即被這個價格吸引住 我用一個日本品牌的可冊筆 平時一枝一隻顏色 都要四十多元 我剛才看到這裡 一枝只需要三個多元 我決定要掃貨 而且有時候買筆最重要 是寫得順滑 其實它寫得順滑 剛才這裡買的很特別 因為它是批發中心 這裡是沒有任何價錢的 即是你看剛才一枝 它就會替你掃貨號碼 跟你說幾千 我覺得有一點不方便 但我平時用一枝 也要三十多、四十元 它現在一枝可冊筆 也只需要五元 所以我決定在牆內 不需要問價錢 我會直接買 你看到嗎 這間店舖全部都是紅色的 是否一種很輕輕的感覺 它這裡小指紅蜂包 以及一些禮盒 所有東西都可以買到 所以進去店舖 就可以幫你準備好你的分價用品 這裡有很多回禮包裝 我覺得這真的挺漂亮 這是一些皮質的包裝 這裡的回禮包裝 全部大概一元而已 不要緊 除了包裝之外 其實它也有一些很有心思 不如它這些 不用你考慮 不用自己再放些甚麼 它幫你設計好一份 就是四十元 有起糖、有毛巾 我覺得挺方便、挺好 而且四十元已經很得體了 看到嗎 從包裝到裡面的東西都不錯… 好,我終於來到今晚吃晚飯的地方 萬象食家 一聽到它的名字就知道以食為主 剛才我看了一個水扒 它有超過八成的店舖 都是吃東西的 不過我早就目標成為一間餐廳 跟我來… 筍江除了混雜多樣化的批發中心 附近也有一個大型的美食商場 首先進去B1和B2層 有一間港人都很熟悉的大型超市 平時都吸引很多人來找食物 美食廣場裡面 海鮮熟食,肝貨都有 不過今晚就選了另一間 專吃海膽的網紅餐廳 整台都是海膽的菜式 其實我很喜歡吃海膽 所以我上來之前已經做定搜尋了 深圳有一間專吃海膽的餐廳 而且去到的海膽是國內本地出產的 大連冷水區的海膽 而且一間餐廳一年四季 都有不同的海膽 今天我叫了一個套餐 麻糞海膽吃 本來我來之前 決定叫最便宜的套餐298 但來到我看到餐廳的套餐 未吃就覺得很吸引 599更加多東西吃 所以我就叫了599套餐 這個就是套餐的海膽 而這個就是買的大海膽尺寸 兩個都是馬份海膽 這個就是229買20送1 所以現在有三個大海膽 所有套餐的海膽尺寸都是這個 而另外叫的就是這個尺寸 不如我們先嘗嘗它們有甚麼分別 很甜, 有點回甘味 讓我先嘗嘗這個大海膽尺寸 我覺得大海膽尺寸是比較甜的 而且口感… 因為它比較大 你會感受到它很滑、很美味 很甜 還有, 剛才我只顧著吃 忘記說這裡的所有海膽 都是即叫即開的 所以很新鮮 吃完主角馬份海膽之後 讓我嘗嘗其他菜式 我覺得這個也挺特別 這個是海膽醬焗苦 讓我嘗嘗海膽是否很配合蝦味 那些海膽醬應該是混合沙力醬 不過海膽專門店 果然是海膽專門店 我覺得蝦有進步的空間 因為蝦不夠彈 好了, 既然海膽專門店 我還是嘗嘗一些生的食物 這是海膽魚生飯 我覺得他們生的食物 比熟的食物更好吃 蝦也很鮮甜 配上海膽, 非常好吃 我喜歡吃這個 來到這個套餐最後一道菜 其實是甜品, 很期待 因為很特別 它是芥末雪糕加海膽在上面 謝謝… 不知道會否像平時的海膽加芥末味 芥末雪糕的味道 但芥末又不是很濃 我覺得我喜歡雪糕和海膽分開吃 我覺得比較好吃 這個套餐, 五九九套餐 其實我被雪糕吸引了 因為賣相又挺漂亮 然後還沒吃過芥末雪糕 但我覺得性價比不太高 因為我們的大海膽是另外的價錢 五九九其實有兩個小的海膽 然後就是一些熟食 我覺得不覺不失, 還可以的 如果拍拖來這裡 也可以拍照打卡 深圳這麼大 一定還有很多新的吃, 新的玩 如果你有最新的深圳資訊 記得掃個訊號碼 告訴我們吧 下一集, 海情近近地 去金剛華附近新開的按摩店 光顧 套餐價錢非常划算 也去逛深圳萬丈城和KK Mall 而樂易如就吃一頓米芝蓮的 おまかせ